肾囊肿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肾病 许多人在看到检查结果上出现囊肿的字眼时 会感到特别的恐慌 生怕自己患了癌症 其实肾囊肿大多都是良性的 发生癌变的几率特别低 如果体积比较小 也没有出现明显的症状 甚至不需要治疗 但如果已经出现了症状 则要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 避免疾病进一步发展 如何制定肾囊肿的治疗方案 一、根据症状 确定为肾囊肿之后 首先要判断症状 如果囊肿的体积小 而且没有出现任何不适症状 一般不需要治疗 进行自我调节即可 可以慢慢恢复 但是在进行调节的过程当中 要定期复查 一般半年或一年要复查一次 以便了解病症是否继续发展 二、根据风险 医生可以根据囊肿的风险等级制定治疗方案 适合没有确定囊肿性质的患者 比如囊肿比较大 但是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症状 同时也没有确定囊肿的性质以及病因 则要通过保守治疗的方式控制 病情的发展以及可能出现的风险 比如通过药物控制血压以及避免囊肿感染 三、根据症状 如果患病之后患者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症状 则要针对症状进行对症处理 比如出现了囊肿破裂或者伴有其他风险 则很容易出现感染或者尿血的情况 此时要进行对症治疗 如果感染严重 则要进行抗感染治疗 如果同时出现了其他慢性疾病 则要针对原发疾病进行治疗 比如肾炎 四、根据是否出现并发症 如果已经出现了并发症 则要加强治疗 比如由于肾囊肿导致尿路梗阻 或者局部功能障碍 则要进行穿刺抽叶 这种治疗方法会将硬化剂注入囊肿当中 使其中的一部分组织坏死 然后进行穿刺抽叶治疗 不但能够缓解并发症 而且还能够降低肾囊肿复发的几率 五、观察育后 无论通过何种方法进行治疗 之后都要观察育后情况 因为肾囊肿体积比较大的患者 即使经过治疗 也极有可能出现复发的情况 而且还有可能会恶变 此类患者一般需要通过手术进行切除 轻则切除囊肿 重则切除整个肾脏 只有这样才能够最大程度的挽救患者的生命 温馨提示 绝大多数的肾囊肿都是良性病变 通常不会恶变 因此不需要过于紧张 另外肾囊肿也是一种可以预防的疾病 因此平时要做好预防工作 首先要降低感冒的发生几率 因为感染也会增加肾囊肿的发生几率 另外要科学饮食 尽量不要经常吃油腻的食物 否则会增加肾脏的负担 建议多吃一些蛋白质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 而且食盐的摄入量要有所控制 患有高血压的人则要积极控制血压 避免因为高血压对肾脏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促使摄囊肿的发生几率提高 建议科学合理的服用降压 并定式测量血压